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推行全国首创4KR如厕好清新政策 预计从108年到111年共计4年的时间 投入新台币6亿元改善1000间的厕所 提供学生清新的如厕环境 新北市政府将从108年到111年这4年间 推行全国首创4KR如厕好清新政策 也就是要在4年间完成1000间厕所改造的意思 这1000间与灵量 温馨 更重视我们的教育室 意识性以及美感性 让小朋友很喜欢在厕所里面的感觉 就像家里的感觉一样 如厕如家 日前三重区的五华国小就展现了老旧厕所 整修工程的成果 厕所设计结合了五华之心的豪品的图像和主轴 市长还和设计者玩起了小游戏 这支是鸽子的 水牛 水牛 牛是 水牛成果 水牛成果 市长您答对了 我答对了 谢谢你 没错 我们的水牛就是情努力的象征 现在我要颁发这个情努力的水牛会章给您 情努力会章 以五华国小来说 厕所已经成为了美感教育体验空间和品德教室 带给学童无限的想象 朝气和活力 室内氛围也变得明亮有温度 真的有如厕如家的感觉 记者沈志佑林锦鱼三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